本来两个人一起留在美国 还申请了工作绿卡 后来 后来我们之间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切就都结束了 虽然我父母不在了 在国内 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 但是 还是有些 我放不下的东西 正好有工作邀请 所以我就回来了 莫白 你长大了 我们都长大了 但眼神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喜欢盯着我看不讲话 你和我记忆中也是一样 果然是长大了 现在竟然会主动夸女生啊 时间会改变一切 刚刚我就在想 以前那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稳重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记得那一年 应该是你上高中吧 突然间跑过来找我 说以后你也要考医学院 没想到 没想到 你真的考上了 我也记得 你小时候喜欢歌曲 喜欢在舞台上表演 后来 就当了医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就是这首歌曲 没想到 你居然还记得 偶尔我也会听听 回国前的那段日子 好长时间 没有收到你的邮件 和视频日记 我突然很担心你 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 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要在路 恋爱了 算是吧 刚刚那个女孩 孟 孟 孟严 对 孟严 看上去她是一个很好 很阳光的女孩 她偶尔也很凶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很可爱 她 是个 记者 她是一个特别冲动 但是正义感爆棚的记者 很单纯 喜怒爱乐都在脸上 什么都藏不住 听上去 听上去 似乎我们两个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先把她约出来 我们一起吃个饭 她特别喜欢吃 说到吃 我还真的饿了 走 陪我吃饭去 今晚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第一天上班 又刚刚回来 你要拒绝我 我会伤心的 那行 你想吃什么 想吃 我在国外最想吃的 傻了 有创意 当医生可惜了 走 终于笑了 谢谢 请慢用 你怎么不吃啊 还是不习惯吃外面的东西啊 我记得 你以前好像也不爱吃火锅 对 人就这样嘛 在眼前的时候 不知道珍惜 一旦离开了 就会特别想念 吃吧 在国外经常吃汉堡啊 披萨啊 所以火锅 成了我最想念的味道 那你就多吃点 你也吃啊 多尝试一些 否则的话 你会错误很多 你好像 变得比以前更加豁达了 可能是这些年 经历的太多了 所以 能把一切都看开了 我之前听你说 你在美国感情不顺利 对 我离婚了 干嘛这副表情啊 我以为 你是一个 忠于爱情的人 如果爱情死了 只剩下伤痛的悲哀 那不如转身就走 这才是对爱情的尊重 她对你很不好吗 算了 说聊话长 我们都是成年人 就应该为当初的选择 负责 不管什么结果 都要自己努力 那你这次回来 就不走了 不走了 现在国内的环境 越来越好 加上医院 给我开桌的条件 我很满意 而且 你也在 来 欢迎回来 余飞姐 小男孩长大了 还是不能喝酒啊 好吧